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段时间长花蕾的茶花 我们怎么养 因为秋季长花蕾跟其他季节不一样 秋季又是茶花的生长季 所以这段时间长花蕾的茶花 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一边长新芽一边长花蕾 我们如何操作能让花蕾长得更大 开花出来的品质更高 首先是要做的就是适当的处理 长出来的新枝头 因为这些新枝头长出来 它消耗的养分会很多 争夺花蕾的养分 就会影响到花蕾长大 所以当这个茶花的新枝长出来 大概有三到四片叶展开之后 我们就适当的给它打顶 留三到四片叶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继续的生长 保留这些叶片给它光合作用 还有我们要适当的修剪 里面的一些过多的枝条 因为像这种枝条 它接受不到光合作用 消耗植株养分非常多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给它修剪掉 里面比较阴壁的枝条 不要给它过度浪费养分 尤其是一些枯枝 还有一些太过阴壁的枝条 我们要统统给它修剪掉 因为它没有光合作用 第二个就是按时按量的 给它补充高磷高甲的肥料 比如说这个磷酸荆钾 因为现在它这个花苞已经长出来了 我们用的量要相对少一点 平时一比一千的话 这个时候一比一千二或者是一比一千五 对水给它浇光就可以了 土壤保持微潮的状态 不要给它太干 也不能给它过湿 切记不能积水 如果积水或者过干 都会影响到它吸收土壤中的养分 让花苞养分不足 开出来的话品质就会低 这个时候光照不能少 要保持有足够的光照时间 还有尽量的避免淋雨 因为这段时间雨水较多 所以这种状态的杂花 我们就必须要把握好养护方法 才能让它这个花蕾更大 开花品质更高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